那技术指标有它的一个流行风潮 而且在法人圈互相影响形成风气 我在前一阵子我也写过 其实像目前的技术指标 其实就是存在属于刚刚所谈的一个emblement 一种所谓的 譬如说是一种带状的东西 那这种带状的东西 其实在法人圈里面 其实讲实在每一个人 也许研究的东西不同 所写出来的东西不同 可是讲实在它那个风潮的影响 每一个人都心中 开始从过去一条线 现在变成一个带子 一个趋势 一个轨道在走的一个意思就对了 那我们研究这些东西 其实目的是在所谓的知己知彼 然后能够避开风险 或者是顺势的操作 那你想要严什么样的一个投资人 你进入市场是在找寻刺金呢 还是能血吸金 所谓能血吸金意思就是说 我不动声色 讲实在我只默默下单赚我的钱 那你的交易是机械式的 还是偶尔出击 或者是你是要建立一个交易系统 或者是只是为了获利 你是要一个系统 你可能是一个系统的一个作者 或者是你是根本只要卖一个系统的人 或者是你的目的 只是为了在市场里面要获利而已 其实这几个不同的点目的会造成你一个不同的结果出来 甚至说你所研究的东西有什么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过去我在网上我也写过 比如说城市交易模式 其实据我所了解 比如像这种突破式交易 加上式交易 或者是combination 就是所谓的一个把这两个东西给组合起来的 或者是累计式交易 在那个累计式交易这边 其实我在新书上面有所谓提到 就所谓的一个超级指标这方面的 那你们看看新书大概就了解 那最后一个所谓的条件式交易的 其实在会写城市交易的人 我们说谁 你东西拿给他稍微看过 他大概就知道你的构思是属于哪一种 那这几种也是我会说 我应该讲给大家一个方向 你们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 或者是有心要做这一方面的事情 大概把你的东西给稍微去分配一下 那其次就是说你在设计的时候 你要客观 要很细腻 要很明确 多空平衡 容易执行 那同样的在执行的时候 你要执行 因为设计的时候 你可以花很多心思设计 可是你在执行这套系统的时候 你越简单越好 你所看的东西 你的讯号越单纯越好 而且要很迅速 有纪律性 不会产生矛盾 起码我过去常常讲一个 你没有所谓的灰色东西 你没有看不懂的地方 而且没有所谓条件式的 没有说那现在基本面不看好 那现在那个技术面在看多 我到底要怎么做 我其实讲出来 我应该讲说 执行的时候没有所谓的 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你只有一个操作 只有这方面一个东西出来而已 那这一套东西 其实我们当初是根据 当初其实讲的道久美联社 1994年的时候 美联社跟路透社 当年曾经展开一段的所谓的资讯大战 他们两个同时推出一个所谓的一个资讯机出来 其实讲出来 当初所推出来的资讯的东西 我应该讲到目前 我还没有看到台湾的哪一套资讯 能够写得那么高级的一个东西出来 我意思讲就是说 那些东西当然有他们贵的一个理由 可是我说那些东西 我应该讲很多的观念 什么这方面 我意思说 目前可能我们不容易去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可是当初他们有留下一本所谓的Charge to the Future 其实当初我也很刻意去把这些东西给全部保留下来 当然也就是说 后来变成我在譬如说 写这一本书的一个蓝本出来 AVLOB这外面东西呢 是表示一个所谓的买卖均衡的一个交易区 那在这个交易区 这个区之内 所有的买卖都是均衡的 只有一个情况就是突破 往上突破或往下突破 其实我接下来有一些图形给大家稍微看 譬如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很多的全世界蛮多的一些作家 或者是说研究行情或者操作师呢 他们写出一些比较蛮会计的一个东西出来 像这个CAT这外面 其实我们都了解 他成名其实在差不多二十几年前 他当初是有一个十天的一个移动平行 其实他也同时就设计出一条带状出来 那这个带状往上突破买 往下突破做卖 当然以目前这个盘等看起来 似乎赚不到什么钱 可是说实在 也长期绩效看起来 其实他蛮好的 那我在谈这个东西就是说 城市这种东西 最忌讳一个就是说 只表现在一种商品上面 我们现在看的是 也许是大盘 可是说实在我们在看个别股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你用同一个规格去表现在个别股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说 它真的是很好用 那譬如说 我再谈一个 譬如说新的观点 譬如说像移动平行线5跟21 那这里面 这中间 我这里面有每一个时段的 譬如说这个是日线的 每一个时段都可以画出类似两条线出来 当然规格不一样 那意思就是说 当移动平行线 它们这两个 其实5跟21个交叉 交叉 当它一开到 拉开到某个程度以上的时候 譬如说 当这个拉开到某个程度以上的时候 它是开始做多的 往这边开始 就是一个投机行情的开始 一直到这边开始缩减回来 甚至说 从这边开始 其实讲出来 目前也是一样 从过去 将近十个月来 首次的一个往上做突破 那这些东西都是有惯性的东西 这些惯性 当已经惯性开始往正面 开始冲上去的时候 就不是行情一两天的回档 就可以把这方面整个给移灭掉了 那或者是说 像这个5跟21 在新数上面 我也提到RSI 你把所有的行情都可以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参数 都可以在RSI里面画两条线 一个是55 一个是45 为什么是55 45 我在书上有写这方面的东西 最近这两天 这个月开始 其实RSI也开始从这边开始做突破 然后开始往上冲上去 这也表示另外一个局面开始了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譬如说 我们过去所谈到一个观念 比方像Y2的突破这部分 其实讲出来 目前从这边开始所画的一条线 很漂亮一条线 这边开始突破之后 也就是所谓的整个的落点 空头的一个讯号 正式高一个段落 目前开始进入一个多头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现在适合 从这两个点画一条线 看未来行情的走势是怎么个走法 有一天它总会突破 往上突破了 往下突破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多头告一段落的时候 今天行情往下走 OK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结论怎么样 不过我们可能收盘之后 就可以知道说 这行情它是会很剧烈的往下 喷下去呢 还是只是在这条线上面游走 如果在行情上面游走 其实讲实在目前行情还没有所谓的 真的还没有一个回档气象出来 真的还没有一个回档气象出来